同学们,那么我们本节课来尝试着 对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数据类型 做一个总结和回顾 我们既然是总结,就不太可能 把之前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数据类型的内容 再详细地重复一遍 那么总结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总结的意义还是在于 大家一定要领清楚 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它们之间的一些特征和区别 这样做的好处 将可以使你在你的脑海里面 对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类似于图谱一样的东西 当你以后编程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想到 我们可以用曾经学过的哪种数据类型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个是总结的意义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用这个思维导图 给大家把我们前几章 所学习的这样一个知识点 总结回纳了一下 那么这个思维导图 也是我向大家推荐的 这样一个整理思路和归纳知识点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学习的基本数据类型 一个是数字 数字类型我们分为了四小类 第一个是整形eat 然后是浮点形float 接着是波尔形 然后是复数 数字类型的话 这个比较简单 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 大家只要知道 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波尔形和复数 在Path里面 也是数字这个大分类下面的 好 这数字类型 我们学完之后 向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指出 这个字符串 也是属于我们后面的这个主 这样的一个大分类下面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 这个概念在Path里面有哪几种 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序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数据类型 序列我们常见的有三大类 字符串 这是一类 然后是列表 接着是圆组 好 那么这几种类型 既然被称为序列 我们也说过了 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趣 这三种类型都可以用下标所以的方式来访问 同时也可以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切片 的操作来访问这三种类型里面的相关的元素 这个是序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个是需要大家熟悉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这个课程里面向大家提到过了 制服创造类表 圆组 它们三个类型 它们内在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制服创造和圆组是不可变的类型 我们加一下 不可变 然后这个圆组也是不可变 但是列表是可变的 由于我们目前所学的知识 还不足以让我来向大家证明 它的这样的一个可变和不可变性 所以说这个特性我没有重点的讲 我们在后面学习更多知识之后 我会向大家证明 制服创造不可变性 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接着我们学习的集合Site 那么相对于序列来说的话 集合它的重要特点就是它是无序的 不能用我们序列的常见操作 这种所以的方式来访问 同时它也不能够切片 好 然后在最后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字点 关于字点 我要强调的是 大家一定要抓住 它是KMANU这样一个建制队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那么以上的这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就是我们Python里面 非常常见的一些数据类型 也是用的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思维导图很好的 帮助我们把这些知识点 给像一个数一样 大数的数 像一个数一样把它给组织在了一起 所以说思维导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帮助我们把知识点归纳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遗忘一个东西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就在于 你不知道哪些是主干 哪些是叶子 那么有个思维导图这样一个树状结构存在了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主干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至于说后面这些细节 如果你不记得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你要抓住主干分清楚结构 细节是很容易回想起来的 有些人有可能觉得就这么几种基本数据类型 我现在已经把它在我的脑海里记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时间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再过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经常的去写Person代码的话 非常容易遗忘 所以说有时间还是把我们的总结的思维导图再拿出来多看一下 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些叶子节点上面 添加一些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理解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